屋内纯一盎然 屋外却来了位大佬 开门的人连一点抵抗情绪都不甘有 乖乖的掏出钥匙 带着大佬进屋 好事被打断 不发火就算了 还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 大佬也不废话 直奔主题 为什么帮苏仁干活 收了多少钱 帕尔直呼冤枉 大佬拿出几张照片 换了种方式询问 苏仁的货为什么比他的便宜 帕尔还是嘴硬 直到大佬把枪掏出来 这才坦白一切 确实在跟苏仁合作 每月收取20万好处费 大佬还没说话 开门的胖姐就占了出来 不是说只有10万吗 大佬笑了 不是10万 也不是20 拿到数的是30万才对 帕尔赶忙解释 以前都是20 只是上个月给了30而已 你看大佬要干掉他 他赶忙认错道歉 请大佬给条生路 竟然话都说出口了 大佬就给个面子 却把苏仁干掉 这事不会让他白干 事成之后会给2000万 这数字让两人直接上头 稍微准备一番 前往苏仁开的派对 没什么天衣无缝的计划 简单分配一下任务 胖姐负责苏仁 剩下的交给帕尔 12点一过 两人开始行动 苏仁在泳池 原计划是在泳池对面开枪 结果出师不力 被一帮妹子推进泳池 沦为今晚最大的小饼 胖姐还好 稍微会点水 很快就上岸了 帕尔的水性比较差 几口水下肚直接晕了过去 苏仁身边的小伙看情况不对 立刻前去救援 帕尔捡回一条命 看着对面传来的笑声 心里很不适滋味 枪刚才都在泳池 手里没个撑手的家伙 胖姐的桌上有枪 拿起来检查一番 朝对岸的妹子射击 胖姐紧随其后 追杀逃跑的苏仁 派对瞬间成为炼狱 胖姐那边进展顺利 苏仁在天台无路可逃 被击中后掉了下去 泳池这边还有一个火口 刚才救过帕尔的命 看帕尔有些动摇 又提出一个建议 屋里有一批很值钱的货 可以全部拿走 他明早就坐飞机离开这个国家 帕尔是动摇了 可胖姐没有 贪多嚼不烂 杀完苏仁已经有两千万了 没必要节外收支 而且现场有毒品 会让大家以为是黑帮火瓶 两败俱伤 至于救了帕尔的小伙 自然难逃一次 现在帕尔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保险一点 杀掉小伙 只赚大陆的两千万 要么冒险一点 放了小伙 把两千万的货也带走 本来他更倾向于后者 毕竟小伙是他救命恩人 能将仇报有点说不过去 可小伙却在求情时 不小心扒掉他的裤子 这下他有第三条路可选了 杀了小伙 把货带走 胖姐有点无语 可惜又不敢说什么 只能按他的计划走 可没想到回去的路上 遇到突击检查 车上有毒品 这下麻烦了 得换上制服向局长解释 搞半天这辆还是警察 很黑的那种 胖姐没什么好说的 早就提醒过帕尔别拿毒品 菲迪挺而走险 帕尔能言善变 谎称是在执行卧底任务 局长能信他才怪 虽然现在拿两人没办法 只能做个停止处理 但有件事得提醒一下 所有人很幸运的活了下来 目前是昏迷状态 等哪天清醒了 就可以把两人送进监狱 两人瞬间陷入绝境 局长的司机跟胖姐有些交情 给两人带来一线生机 潘姐是局长身边的红人 负责处理一些私下交易 说白了就是帮局长收黑钱 两人以前在潘姐手下干过 赶忙去找潘姐求助 潘姐这边是明码标价 一个人一千万 三人是在车上谈的 有个不长眼的家伙在旁边撒尿 潘姐嘟囔了几句 没想到对方还挺硬 当场怼了回去 潘姐下车和对方理论 没想到竟然是老熟人 拿到车上许了回旧 老熟人以前也在警局上班 现在退休当押运员 每天把车上的几千万现金 往各大银行送 这个数字一出来 帕尔顿时动了歪心思 还没来得及跟胖姐商量 胖姐就出现了背叛的征兆 如果必死无疑 一定会转为无点证人 把他拉下水 他小小的警告了一下 两人的关系也宣告破裂 不久后 他找了批人 准备对命超车动手 称上面最少有四千万 他只要四分之一 虽然占了大头 但其他四个分三千万也不少 很爽快的答应了 这天晚上下着雨 命超车上一片欢声笑语 帕尔在半路将车揽住 也不废话 直接开枪 司机见形势不对 下车逃跑 帕尔来不及追 忙着对付车里的人 枪战持续的时间不长 未超车上有能力抵抗的人 都被干掉 帕尔这边也有伤亡 只剩一个同伴 有人想撑软逃跑 结果被一枪击毙 车上还有个工作人员 钱锁在柜子里 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 他身上只有一把 另一把在刚才逃跑的人身上 同伴去找钥匙的时候 被乱枪打死 帕尔过来查看情况 也被一枪击中 这是怎么回事呢 带枪的不是都被干掉了吗 原来还有个幸存者 可惜枪法不好 没打中要害 被缓过进来的帕尔完成反杀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工作人员了 帕尔没有杀他 而是让他把车开到指定地点 与此同时 逃跑的司机在路上来了辆摩托 打着求救的旗号将人推倒 然后把车抢走 在路上打了个电话 汇报运钞车被伏击的事 让对方做好反击的准备 另一边 帕尔刚放松警惕 车就被人从后面狠狠撞了一下 幸存的工作人员被一枪抱头 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一男一女 搞着玩起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就得从帕尔建完攀杰后 开始说起了 运钞车是备选方案 如果能从大佬这边拿到钱 就不用冒那么大风险了 可虽然没死 大佬不肯结账 停职的事也是他自己太贪 想害了那批货导致的 于情于理 都不该由大佬买账 他料到会是这种结果 只能改变需求 让大佬给点武器 钱这方面他自己解决 巧了不是 那一男一女组成的黄雀 女的是大佬的女儿 乐福 男的是大佬的手下 丹尼 两人一直在狗地下情 还准备私奔 但私奔需要钱 这也是两人最缺的东西 无意中看到帕尔去就罢 两人偷偷跟了上去 帕尔在跟同伴制定作战方案时 两人就坐在隔壁 之后偷偷跟在后面 看帕尔在搞什么鬼 当运钞车出现的时候 两人意识到机会来了 只要当一色黄雀 私奔的钱就有了 干掉工作人员后 两人把帕尔拖下车 在没下杀手 而是准备让他活着当替罪羊 工作人员则被搬到两人的车上 来了个毁尸灭机 然后两人开着运钞车离开 这笔意外之材来得太过突然 两人的激动之情异于言表 不久后 帕尔苏醒 恰巧遇到赶来的司机 而此时 运钞车上的两人放松下来 乐福去后面看前 开车的丹尼被一枪击中 却后面还有弹弓 而执弹弓的人竟然是胖吉 潘姐跟他是诱惑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胖吉和帕尔决裂后自暴自弃 拿出收藏已久的手雷 准备结束痛苦的一生 这颗手雷也是有故事的 后面再讲 先说说他和潘姐的事 潘姐抓了几个军火商 正好是胖吉的熟人 军火商为了活命 向潘姐透露运钞车的事 车上最少有三千万 他们跟司机关系不错 胖吉跟他们关系不错 于是潘姐拉胖吉入伙 省得他们暗中搞鬼 也算是给胖吉一条生路 据司机透露 有一段六公里左右的路很偏僻 周围几乎没人 是下手的好地方 车上只有两名陪强的押运员 这跟送钱有什么区别 原计划是让司机 把车开到指定地点再动手 可问题是司机刚请了一周假 突然取消休假的话 事后肯定会被怀疑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事在人为嘛 如果当班的人突然去不了 不用他开口 公司就会让他回去顶班 本来潘姐利用植物之便 把人关进去几天就行 可没想到对方是个毒虫 一见警察就跑 而且运气不好 在天桥上十足跌落 下面是铁轨 又恰巧有火车经过 人瞬间就没了 潘姐他们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只是稍微惋惜一下 就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 司机很快就接到顶班的通知 一切都在按计划发展 可万万没想到 盯着那笔钱的人还不少 司机抢走摩托车后 打电话通知的就是潘姐那边 好在劫匪换人 路线没变 车一直是往他们这边开 军火商打开车门 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 双方立刻交战 勒福身单力薄 被全面压制 胖吉一看是勒福 立刻告诉潘姐 勒福的背景败在那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大佬可不是随便叫的 手上的军火能武装几个部队 勒福要是死在他们手上 大佬就算把这个国家炸为平地 也会把他们揪出来 在潘姐的术以下 胖吉提出和平解决 这边刚谈好 帕尔就杀到了 简人掉转枪口 司机被乱枪打死 帕尔责保身份 枪声终于停止 但局势还是一如既往的紧张 三伯人集中到一起 丹尼也加入这场混战 他竟然也没死 帕尔提议平分 剑者有份 鼠道姆一起把枪扔掉 可这帮人不讲信用 只有他一个人扔掉了武器 瞬间变得被动起来 好在潘姐这边也只是暂时的警惕 他已经表露成意 又数了五个数后 潘姐这边也扔掉武器 可没想到他是个老硬币 从屁股后面掏出一把枪 现在他说了算 可他高兴的太早了 他有后手 潘姐这边也有 胖吉拿出随身携带的手里 要死一起死 他赶忙解释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还不忘把枪扔掉 胖吉给了他一巴掌 这时又出现突发状况 叛军来了 他们赶忙捡起武器 躲到旁边的破屋里 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早晚会被发现 叛军杀人不眨眼 何况这里还有警察 但天无绝人之路 胖吉跟叛军手里很熟 可以去求个情 钱肯定是拿不到了 不过能保住命 提到他跟首领的交情 就得将将手雷的故事了 几年前 首领被警方抓捕 他对首领还不错 又是给毯子 又是给烟 当时的领导特别坏 先是把他冲骂一顿 当成叛徒关押起来 然后狠狠的凌辱首领 不久后 叛军对首领展开营救 直接把警局打穿 屠杀了所有人 救过首领的他得以幸免 首领没有强迫他加入什么的 而是送他一块手雷 这些年他过得很安稳 从没拿出来过 直到事业走到尽头 惨遭帕尔抛弃 叛军向来都是人狠话不多 上来先扫射一遍 好在狠狠在掩体后面 叛军出来跟首领谈判 首领也很爽快 答应他会放了所有人 但他得加入叛军 其他人放下武器走了出来 但帕尔却没有 还在绝境中找到一线升级 被藏在这里的重型武器 叛军他们已经做好离开的准备 帕尔直接开火 让爵士再次紧张起来 一场大混战开始 胖吉加入叛军 其他人各自为战 叛军成片成片的倒下 紧接着是军火商 丹尼以及叛军首领 悲伤的乐福扑进胖姐怀里 胖姐直接给他起枪 自己也不幸被帕尔击中 还能站起来的只剩胖吉和帕尔了 昔日的兄弟互相伤害 帕尔很快就打工弹架 也还要被胖吉射杀 结果天将正义 胖吉倒下 帕尔成为最后的赢家 他却把装前的箱子藏起来 在最后看一眼战场的情况 没想到临走前被潘吉拉住 潘吉拿着手里 准备来个同归于尽 他转身就跑 不敢有半分犹豫 终于在最后关头跑了出去 搞出这么大动静 肯定会引起注意 他早已想好说辞 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 本打算来个长途旅行 结果半路遇到突发状况 大老的女儿和司机固结 打运钞车的主意 等他带人赶到时 运钞车上的人已经被屠杀干净 经过一场激烈的交战 终于将大老的女儿制服 随后潘吉出现 又是一场恶战 由于对方火力太猛 还活着的只剩他 胖吉和潘吉 三人被囚禁在云巢车上 前往潘吉的藏身之处 他在半路突袭自己 车辆失去控制 冲出公路 撞到飞机的屋子 发生大爆炸 这场意外让多数潘吉丧命 首领红了眼 当场击毙潘吉 随后逃出手里要同归于尽 关键时刻 潘吉把他推到爆炸范围之外 让他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这还算有点良心 把胖吉和潘吉 塑造成了劣势 之后的日子逍遥快活 把藏起来的钱拿走 可好日子没过几天 总理就做出一个决定 考虑到腐贝的贪官 和黑鹅势力手中 掌握了大批面值 五百和一千的钞票 从今天起 这两种面值的钞票 将不再是法庭货币 帕尔彻底崩溃 他手上那几千万 全是这两种面值的 结果一夜之间成为废纸 真是白折腾了 疯狂大计案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